不成 九战九胜 有场不败的袁彭希 他更是为日本天皇 亲自颁发了 日本格斗天才的称号 在日本可以说是 家与户晓 人尽皆知 这上到90岁的老人 下到三岁的小孩 就没有人不认识 这个家伙的儿体 他才19岁 可以说这个家伙 也确实是有猖慌的资本 那么他这一次 挑战的不是别人 正是跟他同为 19岁的中国 有着神童格斗天才之称的小将 吴铁印 那么吴铁印呢 早年是学散打出身的 很年轻的时候 就一直在练习散打 那么今年他才19岁 跟这个袁彭希 还真是同岁数 实力啊身高啊体重啊 都相差不大 那么这场比赛 究竟是我们的 吴铁印怒斩袁彭希 还是袁彭希 被我们的吴铁印怒斩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第一回合比赛 马上开始 吴铁印上来就冲得很猛 直捏把对手 放到地面 拿到了后面的位置吗 没有 他三方站起来了 神圈边上不太容易拿到后面 哦 这也很漂亮 很漂亮 准备有力的杂打 就是拿手好气 地面的走击 现在对手把他放在半封闭的姿态里面 就是一条铁加在下位顺利手的两条铁里面 好 强打位是中国走动非常重要的一个 对 这个摔跤的强打非常下 是的 坐在有力的位置上 好 双方因为在绳边没有办法继续实施地面的动作 所以要回到主力中央 这个要回到原来动作上 对 而且要从两个人都互相认同的位置开始 直接走击 对 上次五铁印就在这时候用走击想要出对方 对 其实在综合格斗里面 攻击是防守 比赛进行不到一分钟了 我们的五铁印是成功的将这个圆鹏锡压制在地面 那么这是一场综合格斗的比赛赛制 所以说我们的五铁印的这个更占便宜 毕竟也是散打出身 所以说地面上来说也是比袁鹏销要更强 袁鹏锡要小心了 但有一脚腿 因为一脚腿在对手的两脚腿之内 因为这脚腿没控制 所以就整个身体的移动和动作都受到了限制 布铁印可能要用他的走机 他要砸走可能 但是呢对方锁住他的两脚 对方是做了一个半蝴蝶的 防守想要破坏上位拳手布铁印的重心 哦这个日文防守也很不错 对了控制度对手的腿 胖和手臂基本上位拳手都没有丢失了 哦有点危险又危险 日本选手的地面技术非常锡实的技术 所以他在控制他 看一下腿越大越来越来越高 进入了蝴蝶 给你们动腿 如果能够想办法把两脚腿 对方的双腿都打出来就有了优势 对但是有一脚腿被老老的控制了 而得因为这个位置 第一回合比赛已经到了一半的时间啊 我们的五体印依旧是将这个圆鹏 狠狠的控制在地面上 圆鹏也是很没办法啊 这个拿五体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没什么招 打站立马不给这机会 好裁判也是看不下去了 双方恢复站立来到中场 把五体印的头拉下来了 这样就没有空间打击了 进入到拳通闭防守 刚才的话 这领鹏还是打中的姿势 手机 现在人们要在一块 现在要重新恢复到 逐渐位置上去 在下心 啊裁判要干预了 因为接下来 没有办法做不得了 是从一个拳通闭的测身防守 回到场地 应该继续 对 又是一个 圆鹏鞋还在尽可能坚持着啊 打地面对体能的要求是很高很高的 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我们的这个五体印 体能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强 呃体能储备非常不错啊 五体印还是在上位 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进攻的机会 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不太容易进攻到这个圆鹏鞋啊 哦 小心 好 这个时候 不要把脖子留给对手 再次半蝴蝶 啊这个日本选手的防守 对他 啊好 这个有点空间了 三次走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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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去预计 对 对 用头部在创击对方 不能用头进攻 重新回到这个 因为做了反规的动作 靠好牌了 这个 不需要投谱攻击攻 对 所以这样的话 比赛中出现了一些状况 袁鹏熙被我们的五铁印 不停的用头部撞击腹部 所以说我们的五铁印 也是吃了一张黄牌 那这一场比赛 如果不KO掉这个袁鹏熙的话 我们可能就不会获胜了 所以说五铁印还是有加油 好的 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 凤凰在第一回合比赛 打的也是非常的火热 袁鹏熙可能没有想到 我们的五铁印 同时格斗天才 竟然能这么强这个实力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 双方选手的精彩回放 然后更加热爱 看综合格斗比赛 因为他技法太丰富了 变数太多了 我相信这个看过综合格斗的 很多观众会未来也喜欢综合格斗 没错 我自己的感觉是 打看自由波及有时候 比赛全体性的更丰富 是的 那么综合格斗就更丰富了 对 而且一旦大家 呃 好 比赛就已经开始了 好 重重的摆拳 这个摆拳很重 两次都有效 对 对 这一拳啊 把对方的头打到地上 对 相当于两次 啊 侧压 侧压的位置行不得了 两条腿全部都在防守以外 对 这时候可以连续走机 对 这个位置对手啊 下位的对手 非常蛮重 因为起不来 动不了 起不来 完全处于被动的位置 只能楼头 第二回合比赛一开始 我们的五铁印也是依旧延续着第一回合的战术啊 疯狂的压制着这个袁鹏熙 袁鹏熙现在是真没什么办法了啊 可以看到 哎呦 鼻子都已经被看出鲜血了 所以说现在目前这个情况的话 袁鹏熙只能不停的啊 祈求这个我们五铁印的体能会不会下滑一些 放松对他的控制 好 他起来了 但是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用膝盖攻击头部 三米直升不能攻击头部 对 这个起来了 我肯定要恢复到三米位置 在绳圈的边上做不了动作 所以一定要重新分开再来 对 抓住时机 那么谁能把谁再次放倒在地面上 哎 这个危险要回来 这个群是 这个不在选手一两个方位之内 冲击市集中了 对 我看现在摔法真好 对 我觉得日本选手也非常顽强 到这边为止没有 其实还没有出现过大出 只是在地面的下位之间比较多 对 受到的杂技是有比较多 其他方面都做得非常完美 对 所以他九段九色也不摔来 对 地面的意识非常清晰 袁鹏熹好不容易站起来了 但是我们的五铁印又将其逼至蓝角 这真的是不管在哪个地方哪个位置啊 我们的五铁印必须要拿到一个压制的位置 狠狠地控制这个袁鹏熹 袁鹏熹现在头也是很疼啊 这个真的是很想脱离这个 脱离这个五铁印 保持一个安全的进攻距离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而且刚才其实感知之间 对 而且刚才已经现实了 把这个领效 对 好 一跨加行 想出来被追击 你谁要把头抬起来 手压住对手的阁键 回到中间位置去 这个被双方的体验消耗都非常大 地面站非常少 非常少好气 哦 用了一个破绽 再次下前 啊 勾腿 好 用心力的摔法 对 这摔法已经第三次做上了 这典型的中国式的交换 看一下能不能从防守里面出来 一跳队出来了 自己的头被对手的手臂夹住出来 好 用的手机 手机 拳击 小的走肩的动作非常漂亮 那也是无铁印的招牌的动作 但是这次日本拳的距离控制最大好 对 完全把握出来 好的 圆鹏熙还是在防御 其实这场比赛下来的话 圆鹏熙真的是没有什么 呃 进攻机会啊 大家其实也没看到圆鹏熙进攻几次 我们的五铁印是在找准时机 要么降服 要么KO 总归是要选出一个方法 干掉这个嚣张的小日本子 哦 这个有点 呃 这个有点 呃 这种线球体力消耗也非常大 呃 防守不像刚才那么严谨 没错 现在还是半分铁 这可以走鸡 拿走 拉起来进行走鸡 日本拳手只有呃 无尽这一条方法 他没有找到更好的面上 应对的办法 所以对五铁印来讲 他 哦 这个手机很重 这个手机 能够延续做出小度的试试 手机力量都很大 这个训练的功力非常强 说明他在这个阶段训练 对 他有经历 而且这个东方网友的选手 实际上的地面杂志都特别喜欢 是 看到他或杨建平啊 包括这个陈佩英 哦 要听这个演续波 对 要听裁判的指令 GO 呃 实际上的第二盒 哦 这个 好的 第二回合比赛正式结束 哎呦 看得出来啊 我们的五铁印这个火气真的很大呀 这个中日选手只要是一靠近 果然是火药味太浓太浓了 呃 连这个握手啊 他基本的这种擂台礼节都已经没有了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比赛 双方选手的精彩回报 而且目前有这个实力 因为从战力来讲呢 他大摆拳威力很大 对 力量很大 两个人一旦残暴呢 他那个脚底一半的这个摔法 已经三次是这样的 对 而且每一次倒地之后 他都能保持在上位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他力量还是算一定优势的 对 这选手的也是一个阻击腿 两个人在绳圈角落里面继续传抱 抢把位 好 再一次 五铃上位 反动并 这可以要能撤出来就好 两色连金走击 这个过腿啊 不太不太容易 切膝过 哎 成功了 出来了 抢压了 起蹭 起蹭 起蹭是极大的优势位置 这本选手马上起蹭 来 往上去 对 再次满面放弹 哦 这个逃脱的动作 充分 好的 疯狂的压制 依旧是疯狂的压制啊 我们的铁印 真的是一招先吃遍天 我不管你是战力打得好 还是地面打得好 我一律用地面去应对你 袁鹏熙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啊 自己怎么能踢到这么一击钢板 真的是毫无办法 好的 可以看到 袁鹏熙已经是放弃了抵抗 我们的吴铁印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让我们恭喜吴铁印 第三回合 第三回合 TKO 总机地面打击的TKO 非常凶悍的打法 颜辛波上排了 三个回合精彩的比赛之后 全场都做 全度都飞行了 华四妹新的替这个精彩的比赛 替获胜的吴铁印大喊 诸位 吴铁印赢得非常精彩 在这种选择的防守也非常弯强 对 尤其是刚才那个骑程 突然之间一起瞧 就把他又放回到放松壁里面 那么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 欧胞选手在第三回合 55秒 TKO获胜